威廉之前因为拒绝了卡米拉和查尔斯合葬的事 但这个决定马上就引来了卡米拉大儿子的不满 她公开表示 不让母亲和继父葬在一起 是对母亲的不公平 因为母亲是王室的正牌王后 伊丽莎白承认的女王 所以 卡米拉必须和查尔斯葬在一起 不然整个民众都无法交代 对于汤姆的强势回应 威廉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因为汤姆这些好像都说得很有道理 于是威廉表示自己需要考虑一下 其实威廉所说的考虑 其实就是拖延时间来想办法 因为他不可能同意卡米拉和父亲葬在一起 那样他就对不起母亲了 再以后等威廉去世都无法去面接母亲 于是威廉又找来了他的救星安妮公主 安妮公主在王室里话语权很重的 经过二人的商议 就是通过拖延时间来反抗汤姆的要求 据悉 王室内部目前尚未为卡米拉王后准备葬礼代号 甚至连葬礼的预言都没有进行时 伊丽莎白曾经就参加过自己葬礼的彩牌 这意味着卡米拉去世后可能没有盛大的皇家葬礼 据可靠的爆料 卡米拉王后去世后 她的骨灰和私人物品将由她的长子汤姆代理皇宫 并且永远不得接近王室 英国王室有一个传统 就是为在位的国王和王后制定葬礼代号 以备不时之需 据报道 现任国王查尔斯的葬礼代号早在之前就确定为梅奈乔 然而卡米拉作为查尔斯的王后 却至今没有确定葬礼的代号 按照惯例 王室的葬礼计划应该与国王同时制定 这一情况透露出一些端倪 了解内情的专家分析认为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表明卡米拉很可能无法享受 与查尔斯合葬在西敏斯的待遇 尽管她被关于王后的头衔 但是在皇室中的地位显然是名存实亡的 卡米拉可能高估了自己在皇室中的分量 试图依仗王后的地位获取荣誉 然而根据威廉等人对她的态度 即使她去世 也很难有机会与国王合葬 卡米拉希望通过皇室来重获新生的愿望 恐怕难以实现 卡米拉王后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她的加入曾经引发了一系列的批评和争议 因此对于她的去世 王室内部可能需要更加谨慎和审慎的处理 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为她准备葬礼代号 以及为什么她的骨灰和私人物品将由她的儿子带走 不得不说威廉和安宁公主的这一招太厉害了 让汤姆和卡米拉没有办法反击 当初卡米拉加给查尔斯的时候 只有查尔斯是同意的 其他人都不支持查尔斯的决定 这也意味着 查尔斯的敌人要远远多于她的朋友 如今随着查尔斯的年龄增加 手里的权力也逐渐在减少 暗示着卡米拉以后在王室的路越来越难走 或许卡米拉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于是把儿子拉到身边 由汤姆出面和威廉教授关于葬礼问题 但是汤姆太小看威廉了 威廉已经40多岁了 而且还是下一任国王 所以无论能力还是权力 都是不容小觑的 所以对付一个汤姆还是绰绰有余的 同时威廉对卡米拉还有仇恨的感情在里面 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卡米拉和父亲葬在一起 卡米拉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还是想想怎么和威廉处好关系吧 英国版的时尚杂志公布了7月看的内容 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出现了在了其中 杂志对其进行了专访 尽管这是为了庆祝卡米拉即将到来的75岁生日而进行的采访 但显然是罕见的事情 即便是进入王室很多年了 鉴于大多数人对戴安娜王妃的喜爱 她一直都不是个受欢迎的人 在面对吉尔斯·哈特斯利的提问时 卡米拉直言这并不容易 我被审视了很长的时间 你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忍受她 没有人喜欢被一直盯着看 被批评和 卡米拉没有说完这句话 但想起来 她想说的是被谩骂 不能否认的是 由于舆论导向的原因 卡米拉在很多人的心里 简直就是老巫婆的化身 她承受的指责应该不会比梅根马克尔少 但好在她坚持住了 尽管拍摄于克拉伦·斯公的照片 多少有些摆拍的感觉 但卡米拉本人在采访中所表现出来的 却是自然不做作的状态 按照采访者的说法 卡米拉迎接拍摄团队时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表达歉意 对不起 今天早上你们要拍一个老太婆了 显然她知道时尚杂志的摄影团队 通常面对的是青春靓丽的美女模特儿们 而她的这种敢于自嘲 也很容易和他人产生亲近感 卡米拉的交际能力是相当了得的 此外 卡米拉还告诉摄影师 刚做了美甲贴片不久 但昨天给弄丢了 显然这是在暗示 不要给手部特写 表达得很是委婉 不要手部特写倒不是因为没有了美甲片 而是上年纪的人的手通常都是粗糙的 为了美观还是尽可能避免出现在镜头中的好 采访卡米拉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她和王储查尔斯的爱情 这段在数十年前就很难见光的关系 如今却变得越发能够让他人接受了 据报道称 就连威廉王子也越发喜欢卡米拉了 除了她努力履行王室职责之外 还因为她对威廉的父亲很好 她是真心的爱着查尔斯 卡米拉承认 由于身份的特殊 虽然我们都早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 却不能总在一起 有时真的是擦肩而过 即便如此 我们也会找时间坐在一起 喝杯茶说说话 最好的事情是 我们坐在同一间房间的不同的角落里看书 这样很放松 不必交谈 但知道彼此就在身边 显然这是卡米拉在秀恩爱的一种方式 她口中所讲出来的爱情 虽然完全没有甜言蜜语 却是爱情的最高境界了 为此卡米拉也表示 我很幸运 毕竟查尔斯迎娶千娇百妹的大安娜之前 卡米拉和查尔斯就有过恋情 分手基本上也是被迫的 毕竟那个年代 王室成员不同于一般人 他们的婚姻也是带有目的性的 而一直以来 卡米拉都是适合查尔斯的那个人 幸运的是 他们终于可以在一起 并且携手到老 反过来说 戴妃就太过不幸了 她是一个婚姻的牺牲品 可算是等到了离开王室 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却因为一场车祸相消欲远了